第一集 故事一 狭小的单人间 女主来到外地出差 准备入住酒店 进入酒店 但前台却没人 她按了按铃 转身往走囊里看去 这时一个男人从她的背后走过 女主转过身 对方已经站在前台 面带微笑看着她 女主预定的是单人间 前台把钥匙交给她后 她就带着行李进入了房间 这房间很小 看起来有点压抑 而且房间里很热 甚至连她的瓶装水都变成温水了 女主打开了空调 但空调并不智能 于是她就打电话给前台 让她过来修空调 过来修空调的就是刚才那个男人 她拿着遥控器对着空调又按了几次 但空调也没反应 女主说实在不行就算了吧 但男人却说 之前我都是这样操作的 明明都可以的 说着就突然伸手用力拍打空调 女主被吓到了 就大声说真的不用了 男人停下来 说行吧 你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然后便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 晚上女主睡觉时 突然听到拍门声 把她给吵醒了 于是她就起身来到门前 把眼睛凑近毛眼看了看 但门外啥也没有 她以为可能是哪个酒鬼发酒疯 搞恶作剧呢 就没太在意 加上她实在也太累了 就回到床上 很快就睡着了 但没过多久 拍门声再次响起 女主起身看向门口 说是谁呀 别再搞了 拍门声并未停止 女主再次看向猫眼 门外还是没人 她打开门往外看了看 走囊上空无一人 她来到走囊尽头 这时 电话声响起 她拿出手机一看 手机居然被烧焦了 女主醒来 原来刚才只是一场梦吗 旁边的手机 完好无损地放在柜子上 此时 拍门声又响起了 女主感觉非常害怕 但她还是通过猫眼 往外看了看 确实没人 当她转身准备回到床上时 拍门声又继续了 女主趁着拍门声响起时 立马冲过去打开门 但扑了个空 没人 根本没人 女主回到床上 心想 不会是见鬼了吧 于是吓得躲进被子 但在此之后 拍门声就再也没有响起 她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第二天 女主对昨晚发生的事 还是有些在意 就想问问酒店员工 咋回事 这时 一个大叔经过 女主就把昨晚的事 跟她说了 大叔告诉她 说大约一年前 这酒店发生了火灾 很严重的火灾 死了很多人 火灾源头就在三楼 烧得很严重 也许那些死去的人的家人 被困在房间里 他们拍门是想要救自己的家人 所以 直到现在 还是会偶尔听到拍门声 女主离开时 走在路上 突然想到 这不对呀 我住的是一个狭小的单人间 那么小的房间 不可能跟家人一起住 那么拍门的 其实就是 被困在房间里的人 故事二 不能看的人 小爱在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 她看着那个因车祸死去的男人 突然被吓了一跳 小爱醒来 开始了今天的晨跑 跑完不回到家 称了称体重 前几天一直稳定的体重 今天居然重了三公斤 中午在公司吃饭时 同事给小爱看了那个车祸新闻 上面的照片正是那个死去的男人 晚上回到家 小爱打开手机又看了看那个新闻 当他看着这个男人的照片时 男人的眼睛突然转动 看上他 当当他把手机拿进仔细看时 照片中男人的眼睛又恢复原样 睡觉时 小爱再次梦到那个车祸 然后又被吓醒 第二天 小爱的体重又增加了 公司里 小爱坐电梯时 他按完楼层 电梯门却没反应 他又按了按 关门按钮 但电梯门还是不动 于是他就一直按 一直按 电梯门终于关了 电梯下到一楼 进来一男一女 但男的一看到小爱 就像看到鬼一样 一脸惊恐 然后电梯也不坐了 转头就走了 小爱每天都在锻炼 但体重却不减反增 他越来越憔悴 站在镜子前 似乎在镜子里 看到了什么别的东西 他慢慢靠近镜子 貌似发现了什么 一转头 那个因车祸死去的男人 正挂在他的肩上 同事来到小爱家 还带来了上次坐电梯 时遇到的那个男的 同事告诉小爱 说他家是寺庙的 对灵异事件比较了解 他上次在电梯 看到小爱时 就知道小爱有危险 经过男同事的一番操作 就类似超度之类的吧 算是把小爱 肩上的那个男人 给送走了 小爱的体重 也终于下降到正常水平 肩上也轻松了许多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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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你 感谢观看